原來這幾天的天氣會這樣陰雨綿綿 都跟南卡颱風脫離不了關係 中央氣象局預估 今年第16號颱風南卡 在今天下半天就會登陸越南 隨著南卡颱風遠離 降雨也逐漸趨緩 不過緊接著 目前在菲律賓附近 又有另外一個熱帶性低吸壓蠢蠢欲動 可能成為今年第17號颱風沙德爾 到在裡面下半天 還是到後天這段時間 發展機率是比較高的 有可能發展成一點點颱風 但大家也不要太擔心 氣象局預估 這個熱帶性低吸壓 就算發展成颱風 也是朝越南移動 不會影響台灣 不過未來這一週的天氣 大家可能都還是要帶拔傘出門囉 氣象局表示 受到東北風影響 之後幾天的天氣 大致可以區分成兩個階段 從今天到週五為第一階段 在台北地區 吉永北海岸 以及東半部地區 會有一些局部短暫雨 桃園以南的部分 則是多雲稻晴的天氣 接著到了第二階段 從週六到下週二 東北風有增強的趨勢 效應範圍會 就是整個北部還有中南部地區 都可能有些局部短暫雨 中南部地區 還是我只多雲稻晴的天氣 不過氣象局也提醒大家 東北風會帶來比較涼的空氣 屆時北台灣的氣溫會略降 氣溫落在20到21度左右 高溫則是25到27度之間 至於中南部以及花東地區 溫度變化不大 中南部高溫 還是可以達到30到33度之間 但要注意日夜溫差大 大家出門記得戴上外套 小心別著涼啦 後面見到 後面見到 我知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